国家公园服务部门最近宣布 3月22号到3月25号将会是 华盛顿特区樱花绽放的高峰期 该部门预测届时将有七成樱花绽放 专家还表示 因应当地的暖冬天气 所以樱花绽放的情况会变得非常难以预测 但是根据去年樱花绽放高峰期的时间来判断 3月25号将会涌现出大量绽放的樱花 供民众欣赏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